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51岁的万芳在歌坛拥有许多经典歌曲,尤其为电视剧、电影演唱的歌曲,更是让许多粉丝留下难以抹灭的回忆。 她听说有分手的男女朋友,决定在今年12月她在高雄巨蛋开唱时,相约一起去看演出。 万芳说,是不是很酷?之前万芳在小巨蛋开唱,以灯台秒哭,她说高雄朋友放话要让她一上台秒笑,让她觉得好窝心。 谈到高雄演唱会,万芳说,我听说有一对前任男女朋友当天会一起来看我的演唱会,而且也都获得现任男女朋友的同意,是不是很酷? 一种世界大同的感觉,过去万芳有多张专辑在台湾卖超过50万张,全亚洲也有150万张,但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当歌手附加的工作,例如上电视宣传就让她很别扭,她说,我曾经想过不要再上台唱歌了,那阵子真的是边痛苦边存在。 但后来她发现自己最爱还是唱歌,唱歌也像她与生俱来的特质,因此还是继续唱下去。 万芳谈到,80、90年代的音乐影响她太深刻,她说,那些都是我重要的养分。 她喜欢听于天唱又是黄昏,也喜欢崔台精的歌,其余的歌曲也几乎是唱进她的心里,她说听着歌都会跟着掉进去,陷入聆听的享受。 除了唱歌,万芳也爱电影、舞台剧和戏剧演出,她甚至曾在舞台剧中扮演三岁女孩,被好友忠心灵亏说,好五心。 认为她这么高的人还假扮三岁女孩很突兀,不过正式演出后,却得到好友赞赏。 万芳谈到,日本、美国都有以自身演员为主角的作品,像是没历史脆谱,有很多她可以撑起来的第一线电影,但在台湾,自身演员只能沦为配角,只能帮年轻主角抬轿,非常可惜。 12月8日,万芳将到高雄举弹举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,她之前先找时间去高雄逛了一些文创书店、咖啡店。 万芳说,我对空间很敏感,但这些店都是注入自己梦想的地方,可以待很久。 演唱会门票可透过iPhone购买。 万芳喜欢到文创小店或咖啡厅消磨时光。 连城娱乐提供,万芳喜欢到文创小店、咖啡厅做作。 连城娱乐提供,万芳觉得唱歌是自己最爱的工作。 记者胡顺祥社,万芳喜欢造访文创天地。 连城娱乐提供。